据说有个倒霉鬼朝天上开枪 结果子弹落在自己头上当场开袭 难道掉落的子弹还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 为了验证子弹落地时是否仍能杀人 刘焰祖首先需要测试不同子弹垂直落地时的速度 一般的子弹垂直发射高度都超过了数千英尺 因此只要测试子弹的终端速度 而终端速度就是子弹在下落过程中 重力与空气阻力达到平衡时的最大速度 为此亚当打造了一个简易风动装置 并在上面安装了风速剂 只要将子弹放进管道 下面喷出的高速气流将给子弹一个向上的力 当子弹达到漂浮状态时 风速剂测得的速度就等于子弹的中端速度 首先测试的是手枪子弹 当子弹保持平衡时风速剂显示时速为100英里 接下来测试的是步枪子弹 但由于两种子弹的重量几乎相同 所以它的中端速也在100英里左右 换算下来就是每秒150英尺 这样的速度看起来相当快 那它又是否真的能杀人呢 下面亚当用铝管和高压气泵制作了发射装置 并在前面安装了测速剂 他们将用这个装置以每秒150英尺的速度 分别发射两种子弹 以此来验证子弹在终端速度下的杀伤力 经过调试 两种子弹能分别以146和151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 已经非常接近子弹的终端速度 随后亚当同二师兄借来新鲜脑袋 并向他垂直发射了手枪子弹 尽管已经超过了终端速度 但并没有对猪头造成任何伤害 紧接着他们用步枪子弹进行了测试 这次子弹成功扎进了皮肤 而尸检结果却显示伤害并不大 根据医学资料显示 大多数类似事故的子弹并不是垂直掉 因为仰角射出的子弹能稳定旋转 从而维持弹道飞行 那斜着发射的子弹下落时 又能否对人造成致命伤害呢 据说向上开枪的子弹落下来能击穿人的头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下面留言组来到一处沙漠中心 因为这里方圆两英里都是广阔的湖床 为了保证实验的安全性 他们在周围用防弹玻璃搭建起安全物 吉米将发射架调整至向上90度 而在实验前 他们需要对着地面射击 以此来对比不同子弹射入湖床的深度 通过一轮测试 吉米得到BB枪子弹的深度为3英寸 它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最小威力 而手枪和步枪的深度分别为6英寸和1英尺 在得到杀伤力标准后 吉米用手枪对着天空连续发射了8发子弹 经过39秒后听到子弹落地的声音 亚当在距离射击点33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弹坑 并且测得深度为2英寸 这种威力估计连皮肤都擦不破 接下来他们又对步枪进行了测试 由于射击距离太高 吉米对射击角度进行调整 以此来平衡风速对子弹的影响 为了更容易找到弹坑 这次他们连续发射了40枚子弹 但还是没能在周围找到任何弹坑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式 用遥控气球从400英尺的高度丢下子弹 因为这个高度落下的子弹足以达到终端速 这次步枪子弹又能射入弧床多深呢 随着一连串的落地声 两人很快找到弹坑并测得了深度 而结果却都是2英尺 所以不管是手枪还是步枪 垂直射击落下的子弹并不会造成致命伤害 但真实情况很难保持垂直发射 一旦角度有所偏差 子弹就会沿着弹道飞行 如果被击中就有可能会请全村人吃饭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铁轨上撒尿 没想到刚刺出来就被电身亡 难道电流能顺着尿道进入身体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还原整个现场 但没人愿意对着通电的铁轨撒尿 他们只能用乳胶制作一个会撒尿的假人 因为他的导电性和人体几乎一样 亚当将仿真骨架放入模具中 然后灌入融化的乳胶 周围放上冰块以加快凝固速度 接下来他们要给假人制作一个泌尿系统 为了得到人的撒尿速度 亚当拿着烧杯亲自进行了测试 并得出释放250毫升新鲜尿液需要18.5秒 随后将塑料杯打磨后装上阀门 就成了一个简易膀胱 虽然他的撒尿速度与亚当一致 但却显得多少有些尿无力 于是他们又给膀胱套上一个气球 并用嘴将气球吹大以提供撒尿的压力 这样做出来的尿路计不会分叉又尿的精准 为对比和真人撒尿的效果 亚当当场为科学献身 通过两者的比较 假人的尿柱甚至要比亚当的更加美观 但吉米却认为人体尿液并不会传导致人死亡的电流 经过测量 亚当的尿柱直径为四分之一英寸 他们将同等尺寸的软管铸满尿液进行测试 得到尿液的电阻为1万欧姆 而地铁的电压为650伏特 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经过尿液的电流为65毫安 这种强度的电流足以让人当场开袭 所以尿液是能够传导足够致人死亡的电流 而接下来他们来到一处封闭铁锋 在这里将进行撒尿触电实验 看对着带电的铁轨尿尿是否真的会触电身亡 据说有个姓约对着铁轨撒尿 结果触电身亡了 难道电流真的会通过尿柱进入身体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留言组带着与人体导电性相同的假人来到实验现场 但由于这里的铁轨没有通电 吉米将650伏的变压器接在一段铁轨上 而为了能让假人精准地尿在铁轨上 他们将假人调整至合适位置并穿上橡胶鞋子 如果留言为真 电流将从铁轨通过尿柱传至假人 当电流超过人能承受的安全之时 假人头上的寄电器将会启动从而将它击倒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和吉米站在了绝缘垫上并打开了电路开关 然后拉下假人泌尿系统的阀门 只见假人尿得非常顺畅 但并没有出现被电倒的现象 亚当认为650伏的电压并不能穿过橡胶鞋垫 于是他们将假人的鞋子淋湿 以此来模拟下雨天的效果 重新给假人膀胱充气后实验再次开始 虽然这次尿得很精准 但假人依然没有被电倒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脱掉假人的鞋子 让它直接与潮湿的地面相连 这次假人不但没有被电倒 反而让周围的地面充满了电流 吉米立即关闭了电源 而通过对高速相机进行分析 原来尿液落下时并没有连在一起 导致电流无法倒通 于是他们患上了更粗的尿管 并将假人与铁轨的距离缩短至3英寸 然后等地面干燥后重新布置了实验 这次又能否将假人电倒呢 当亚当拉下泌尿系统的阀门后 假人瞬间向后倒下 显然电流通过尿柱进入到了人体 并产生了致命电击 所以奉劝各位 千万不要近距离对着铁轨撒尿 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出电身亡 最后灵魂拷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光荣室呢 据说如果电梯突然高处坠落 只要再着地前跳起来就能逃过一劫 这样的方法真的有用吗 为此留言组租到了一家八层楼高的商务酒店 他们将在老板不知情的情况下 利用电梯进行坠落测试 以此来验证留言中的方法是否可行 但打开门才发现电机里的铜丝被人当废品卖了 导致无法将电梯上升至楼顶 于是吉里将之前打造的电动装置搬了过来 将装置和电机转轴连接之后开始启动 1500磅的车厢就被成功拉到了92英尺的楼顶 亚当用安全绳将车厢固定 为保证电梯能顺利坠落 他们必须要破坏电梯上的安全系统 首先就是拆除这两个铁球 因为电梯在急速坠落的时候 铁球会向外张开从而启动刹车 除此之外还要解除连接车厢的平衡锤 因为它和电梯半载时的重量一样 能使电梯系统保持平衡 从而不会坠落井底 接下来亚当在钢篮上安装了快速释放装置 实验时只要拔掉上面的插销 电梯就能以自由落体坠落 而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本次实验将用假人来模拟测试 为了让假人能像真人一样起跳 他们对吉米的跳跃进行了分析 得到最高起跳速度为每秒8英尺 然后用汽车弹簧打造了一个起跳装置 经过多次调试 只要将装置上的插销拔开 上面的假人就能以12.5英尺每秒的速度起跳 随后假人被礼貌地请上了电梯 并安装在起跳装置上 他将跟随电梯从顶楼垂直坠落 亚当在电梯井的顶端与起跳装置之间绑上绳索 当电梯坠落至离地面6英尺时 绳索就会拔下起跳装置的插销 从而让假人在落地前一瞬间起跳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拉下了释放装置上的插销 只见电梯瞬间从92英尺的顶楼砸向井底 但是假人又能否奇迹生还呢 当亚当打算抱歧假人的时候发现 他已经碎成了零件 随后通过计算得出 电梯撞击地面的时速为53英里 虽然假人以2英里的时速起跳 但还是会以致命的51英里的时速撞击地面 显然人的起跳速度并不能缓冲落地时的冲击力 所以当遇到电梯坠落时 并不能用这种方法保密 而电梯专家给出的建议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